位置在明石的鱼芝鵬商店街 我迟了来,这里已经5点,店铺已经关门了 怎样好,照行一行 今天是2024年10月9日 星期三,时间5点02分 留意到,旁边都有些食事 这里有很大的音乐声,所以有点麻烦 旁边有很多玉子烧,明石烧 这些基本上是类似昌鱼小丸子 但它的口感不一样,它是比较软的 有一种食法是炸一层的汤 这个可以说是明石的一个特别的食法 其实这个商店街的铺子 它有很多海鲜买的 但我这个中数来到,应该收货都已经关门了 今天出了一些意外 我去到二次元之深 但我找不到巴士站在哪里 我失去巴士 搞到原本想着三点半到这里 最终现在是5点03分 完全失去预算,也没办法了 你会见到这里 上面有一个棚的商店街 有点卖茶 这里卖餐具 这间永乐堂是特别出名的 卖手信和果子 另外好像有明石烧卖 这里卖手信和果子 下展开 转後 这里也是卖鱼 醃了的鱼竿 这间永乐堂 这间最有明캐 你会看到有些明石烧的灭灭 天八寿司 留意明石是在关西、神户和基路中间的 这里是其中一个出入口 旁边留意到有些店铺 鱼芝棚 这里走到前面 这里也很短 中间放了垃圾 那里都是明石烧的 我稍后应该还能赶紧 有某些店铺都没有关门 这里基本上是一个 鱼市场的商店街 有很多海鲜 因为明石也是一个靠海的城市 我刚才是在淡路岛 搭船过来的 如果正常要搭JR 的话 都没有问题 JR 站在这个方向前面 穿过的商场 但是这里过不了马路 可能就要使用这条行人天桥 这个方向 Papios 这个基本上已经是 JR 隔离的商场 正门其实是这里的 鱼芝棚 海鲜丹 明石烧 不知道 音乐场是否这么大声 有些海鲜饭 如果音乐可以小声一点的话 我会尽量讲少一点 哎呀 好有趣呀 角落的生物的袋 两个小朋友都好有趣呀 上面 有闪好像很elegant的灯 不断望望旁边什么样 两边 原来 好大声 上面 钓了一条条 而且你会看到 上面那里有 类似八爪鱼的 一些图案 原因是因为这里出名 吃八爪鱼 即是章鱼 来吧 音乐很大声 一定要多说几句话 路过一家明石烧 六百鱼 这家商店街 其实 长不长 短也不算太短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走下看看 这里应该是专食 章鱼的了 应该是了 有些章鱼串销 这样 稍后 回程回来的时候再看一次 现在不再看一看 overlook 现在是卖酒的 名石烧专门店 还有不知是什么 东 衣装,立吞柱,这个是士多仔 平时我们去行商店街,我们通常都会预期什么呢? 会预期见到很多药妆店等等 这边,全程都见不到药妆店 不觉得它是一个骗游客的地方 也不觉得有什么奥妆店 这里走到尾,有个电视机 电视机正在展示海鲜给你们看 罗生门?不是,是罗生门 走到尾,出到尾,是名石人座商店街 名石人座 那边也是,有瓦遮头 不像中间的棚那种 这边走到尾,让大家知道车站在哪里 这边也有一些 有些有些食肆 是呀,忘记了提醒大家 我能不能用楼 我这个不是旅游节目 我有一个探索的频道 我第一次来的,所以 我连探路都没有探过 就立即可以拍摄了 所以,只是想把我看到的 感受到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前面的方向 前面的方向 有一个购物楼 另外,身后 这里还有一个 不过这个太流 如果要逛街 应该进去名石站那边 那边应该会多一点点 对面留意到 有Sukiya 大阪黄章 苏,像这些人 是 equation 杉主 杉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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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gnize 大阪 杉归 哈哈 señ Также 带驾 小还是 真 将它 7 公路 好,那就回去吧 上面看看對面有什麼 那裡有一條街叫櫻丁本通 感覺是有些食物 不過還有一些醫院 這些東西 銀行 對面那個是否買手信 怎樣也有一間 好可愛,上面有個屏幕 好,再進去 留意到坑渠蓋很有趣 感覺上這條街 真是不算很長 不過呢,比較Local 這個吃燒肉 魚枝鵬鳴石 這個呢 賣糖的 蘋果糖 鳴石燒肉 雪凍鳴石燒 好 好,這邊還有一節 剛才還沒走的 這裏 居愁屋 主力看這一邊 一會兒再看另一邊 有很多店鋪已經關門了 山陽亭 這個名字 像是韓式燒肉 是韓式燒肉 有時候探索就是這樣 只能夠把那種感覺 和大家分享 實際上是怎樣 可能都是 希望大家留言告訴我 如果這邊還有一節 那一會兒先 去這邊看看 前面有一間街 叫一番街 鱼之鵬 那边离远看到上高吊了尿居 挺有趣的 再看看这边 刚才这边错失了一间吃寿司 这边也是 怎么读呢 什么天啊 财天 变财天 另外一边没什么店 这里 真的没有吃什么 这个卖袋 不是啊 是一些日本工艺品的东西 卖东西吃的 有一间卖和果子 我都不知道何时开始 爱上了用探索的方式去拍摄 我发现原来也有观众 喜欢和我一起探索 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 好了 上面的鱼之鱼很有趣 是 80日圆有没有便宜 不是全是80日圆 最便宜的是80日圆 这个80日圆 这个也挺好喝的 100日圆 大部分都是100日圆 也不是 也不少 也不少 一半是100日圆 对 相对来说 感觉上物价比较便宜 看一看下的鱼 顺便可以学日文 如果你懂的话 我便不懂了 有水仙 有没有泡泡呢 应该没有了 说笑而已 那间店叫水仙 这个外科 不要看了 不牙 立吞处 站在那儿吃东西 喝杯酒 这个也是100日圆 多少100日圆 卖衣服贵不贵呢 一块布 450 卖衣服最便宜的2000日圆 一件 居酒屋 不知道 主力看这边 这边 又是这些 特龙 特龙的 明石烧 八粒 803 这边没有开门 这边 刚才拍过 吃那个 章鱼的串烧仔 地下 挺有趣的 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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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同的 这边 这边 明石之鱼 天婦罗 我的日文 很有限 懂得少少 这边是什么 半页 卖大幅 卖大幼 白眼 樹膽 、白院 卖大幼 例如你们 事务所 章鱼 灰厕 有一 grupp 有位 神社 不过算了,不特别找了 游水海鲜,是什么?鲍鱼来的? 不是,是蜆来的 鸣石烧 稍后,我一定要光顺一间 选哪间呢? 不过音乐这么大声,也会有点麻烦 现在走出去就算了 旁边两边,大部份的店铺都没有开门 因为平时是买菜的地方,是鱼市场 你想想,平时的街市是什么叫做山门 而这里是特别早山门 所以就是这样 这间店铺挺漂亮的 很日式 我挺喜欢 我不停说话 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音乐很大声 大家都知道了 这边呢 这边呢 哦 买菜 买提子 提子贵不贵呢? 600 不是600日圆 哦,1500日圆 一会儿可以再进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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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些东西也有便宜有贵 大阪屋台 吃炸串的 除了串烧那类的东西 这里 看不明白 这边是卖鱼的 哎呀,镜头太低了 希望不是整条片的镜头都太低了 如果是的话 就真的没办法了 大黑屋 不是卖二手袋的 玉子烧 没了 没了 这里又是100日圆 相对来说 鸣石的物价会比较贵 比较便宜一点 那 我都很有兴趣想知道 不过其实呢 到底有多少人 来日本旅行 是会去鸣石的呢 我猜真的未必有 鸣石本身 其实 都没什么出名的地方 鸣石的城 又是重建出来的 还是只得到城池的呢 好了 这就是鱼芝鹏 商店街 鸣石的 多谢大家和我一起探索 探索一个 关了大部分门的鱼芝鹏 商店街 至少知道了 其实晚上又有没有食物 这个其实是探索一部分 来的 怎样都好 我们下段影片再见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突然间记得上 这个永乐堂呢 是吃那些压扁鸡鸣的鸡鱼餅 那